洪杜拉斯選舉事務法院宣布 雖然總統候選人卡歐斯特羅宣稱自己勝出 但不可逆轉的點票趨勢顯示他的對手 喀爾蘭德斯是獲勝者 這兩名候選人的得票數最接近 洪杜拉斯星期日選舉大約有68%的選票已經點計完畢 選舉事務法院發言人星期一說 執政黨國民黨候選人喀爾蘭德斯獲得到34%的選票 極有可能戰勝左翼的自由重建黨選人卡歐斯特羅 卡歐斯特羅獲得到29%的選票 到目前為止卡歐斯特羅一直聲稱自己是獲勝者 卡歐斯特羅的丈夫前總統塞拉雅說 卡歐斯特羅不能接受敗選 並聲稱投票過程中存在著不正常的現象 尊重提選人的歷史 長累合是男生分制的 也許能戰勝者 感谢观看